在小提琴上面有一個技巧我們一定要懂的 叫做換靶 到底什麼叫做換靶 和為什麼要換靶呢 今集我們就會看看 首先講一下靶位 小提琴的指板上面 其實是沒有任何的記號去告訴我們 究竟一靶位、二靶位、三靶位在哪裡 所有這些靶位其實只是靠我們的一手指 可以這麼說是靠我們一手指的位置去定出來 如果我們一手指在這裡 我們叫它這個地方 是一靶位 它是什麼靶位呢 視乎它按下去 和我們拉出來或者撥然的時候 聽到的是什麼音 如果它出來的音是這個音 我們就叫它一靶位 大家看到了 其實指板還有這麼大部分是未用的 如果我們想用到這部分的音 這個時候就需要換靶 換言之為什麼我們要換靶 其中一個原因就是我們想去按到更加高的音 我們只是 但其實還有很多音未用的 還有起碼好幾個Octave是未用的 所以我們如果懂得換靶的話 我們就可以按到更加高的音之餘 可以按得準很多 其實換靶是一個方法 我們沒有換靶的話 我們其實都按到那些音 但沒有系統就會很容易 那些音不準 但第二個原因就是比較少人說的 其實我們是和換靶是和音色有關 我們想保持音色 什麼意思呢 譬如如果我拉三個音 大家聽不聽到 頭的兩個音 頭的兩個音是A線 是他們A線的音色 這個T-Rae一手指三手指的音色 是A線的音色 但是最後的二手指 這個E線的二手指 就變成是E線的音色 假若我們想要三個音 都是同一個音色的話 就是A線的音色 這個時候我們 如果不用三把位 或者不換另一個把位 是做不到的 但如果我們用了三把位 大家看看 就可以三個音都在A線那裡拉 三個音都在A線那裡拉 只不過呢 最後的音 我們由二手指去拉 就變成四手指 是A線 大家可以聽到 和 二線和A線的音色的不同 希望今次這條片 是幫到大家 略略明白 換把是什麼 和我們為什麼要學會換把 如果大家喜歡這條片 請你給個like 或者訂閱這個頻道 如果有問題的話 在留言告訴我 下一集 再和大家見面 多謝 請大家 請大家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